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荒漠甘泉 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 我想起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 我有一个天鹅的茧 结构非常特异 一头是一条细管 另一头是一个球形的囊 它很像实验室当中那个细井瓶 当鹅出茧的时候 它必须从球形囊爬过那条很细的管 然后才能展翅 飞翔在空中 它的身体这样肥大 而那条管那么细小 人人都会稀奇它如何能够出来呢 有一天 那九球的虫开始活动了 整个早晨 我守在旁边看它努力 奋斗 挣扎 但是好像看不到它前进嘶吼 它似乎再没有出来的可能了 最后我也没有耐心了 我在想 我比造物主更智慧 更慈爱 我决定要帮它忙 我用小剪刀 把剪上的丝给剪薄了一些 让虫出来能够容易一些 我正得意呢 你看 鹅很容易爬出来了 可是 它的身体是反常的臃肿 翅膀是反常的畏缩 我守在旁边 等它慢慢地伸展翅膀 显露出 那个细巧精致的彩纹 那里知道 我大失所望 它很痛苦地爬了一会儿 就不受而终了 我把这件事想了又想 许多时候 我们看见人 在忧愁困苦 艰难当中挣扎 我们觉得很可怜 我们常常愿意 把神的法则变更 照人的意思帮忙他 我们真是眼光短浅 我们怎么知道 这些唏嘘和身吟 不是他们必要的呢 目光深远的 完全的爱 为要人们得益处 不能不让他们 经历目前战事的苦楚 天父的爱 正是这样 因为他爱他的儿女 所以才施管教 要是他们有份于他的圣洁 有了这样荣耀的目的 他才不顾他们的眼泪 使他的众儿女 在患难中学习顺服 得以进入荣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